拥有一张漂亮的脸,在各个领域都很吃香,似乎已经成了人们的共识。 很多人都会觉得,大部分男人都会选择长得好看的女人当恋人,毕竟这种女孩带出去,会让男人感觉有面子。 但是,难道只有漂亮的女人才能得到爱情的眷顾,过得很好吗? 变心是本能,忠诚是选择,很开心你能来,不遗憾你走开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心灵奇旅》。 一,有一种女人,就算不漂亮,也能过得很好。 真正回归到现实生活之后,人们会发现,空有一张漂亮的脸,其实根本就抵不了什么作用,如果女人的人品和性格有问题,迟早也要被抛弃。 所以,一个人配不配拥有爱情,和她的长相并没有多大的关系,最重要的还是她做人的内涵。 在路边你经常会看到,一个长相帅气的男孩。 牵着一个外表普通的女孩,虽然有点不可思议,但两个人相互依偎的样子羡煞旁人。 然后,你愤愤不平地审视自己说,我居然比不上这种普通的女人,我都不懂自己到底输在哪里。 其实,无论男女,最重要的还是她的品质。 如果这个人的人品够好,性格也是大家都能处得来的。 那么,帅哥为什么不可以低下他高贵的头颅,去向一个面向普通,甚至有点丑的女孩表白呢? 和别人唯一的不同之处就在于,这个不够漂亮的女孩,知道男人喜欢的是什么,那么自然也就可以获得长久的爱情。 那么什么样的女人,才可以牢牢抓住男人的心呢? 灵妖,懂得体贴入微的女人,往往能得到人心。 现在的陈若怡婚姻生活美满,和丈夫林志颖共孕育了三个儿子,其乐融融的一家人。 也是为外人所羡慕的,虽然出身模特行业,但陈若怡的外表算不上是漂亮的。 当初,她对林志颖一见倾心,在几次接触之后,更是想要做林太太。 可是,对于她身边的其他女孩来说,不够漂亮的陈若怡,算不上是太有实力的竞争对手。 不过,好在她为人比较体贴,细心,知道林志颖喜欢玩赛车, 她总是帮着忙前忙后打点一切。 刚开始,林志颖也只是把她当成朋友一样,觉得这个女孩子性格非常不错。 可是,后来慢慢相处中,才发现她不仅可以成为朋友, 更适合做妻子,天生贤妻良母性格的陈若怡,会是她生命中的贵人。 上天不会眷顾每个女孩,给到她们想要的美丽的外表,可即便没有这些也不是非常重要。 只要你的性格好,待人接物也很周到的话,肯定也有不错的男孩子喜欢的。 懂得用恰当的方式去体贴喜欢的人,你的行为才会感动到她。 如果,你们之间又真的有足够的缘分,那么你的梦想就能实现,可以有幸成为她的枕边人。 02,得到了人心,才会拥有爱情。 后来,陈若怡和林志颖恋爱,结婚,她也如愿以偿地成为她身边的女人。 婚后,陈若怡主动承担了所有的家务,带孩子,照顾婆婆,做饭,统统都能自己承担。 虽然婆婆有时候不明事理,会跟儿媳妇有争执,但林志颖还是会向着老婆。 她知道妻子的不容易,所以愿意真心去爱护她,理解她,并且默默在背后守护妻子。 老公拥有风生水起的事业,长得又足够帅气,又懂得体贴老婆,这是多少漂亮女人都奢望得到的东西。 能不能拥有爱情? 不是由颜值来决定的,愿意为丈夫,孩子付出的女人,才能牢牢抓住自己的爱情。 月老所牵的每一根红线,都是绝对公平公正的,既然有所得,也必定有所失。 漂亮的女孩,如果没有内涵,虽然能得到别人的疼惜,但只是暂时的。 空有美丽的皮囊,但没有做人的实质,是很容易被人看穿底线的。 等到容颜衰老的时候,可能原先那些垂涎泥美色的人,统统就树倒狐瞬散了。 没有可以被利用到的价值,爱就开始慢慢消失。 有些女人,尽管不够漂亮,但她们的确过得比一般女人要好。 日子富足,另一半又真心疼爱,爱情最美好的样子,不就应该是这样的吗? 之所以有所得,是因为她们拥有美好的品质,体贴,愿意设身处地替人着想,愿意为了家庭奉献自己的力量。 这种女人,是任何男人都无法抗拒的,你的付出也能换来丈夫的中心。 二,认清一个女人看这几点就够了,用不着试探。 很多女人都喜欢在一段感情当中看清男人的为人和内心,想要把男人了解得特别透彻,所以会设下很多考验,既紧张男人经不住考验,又担心男人知道了之后会翻脸。 其实,不仅是女人,男人也是一样,女人的心思本就难猜,再加上很多男人都是直性子,与女人相处的时候更是摸不着头脑,所以也会想要通过一些方式去试探女人的心,希望能够得到想要的结果。 就这样,在猜来猜去中,男人越来越失望,而女人得知男人在有心刻意地考验自己,更是觉得寒心,最终就导致了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脆弱。 其实,男人想要认清一个女人看这几点就够了,并不需要费心思去社官考验女人。 凌妖看她对待弱者的态度,曾经有个朋友叫夏琳,她是个很善良的女孩,有时即使受了委屈,也从不会与人计较,只是淡淡一笑。 后来,夏琳交了一个男朋友,男人有点小心眼,虽然人很好,但是有时会过于敏感。 而夏琳恰恰是一个不愿意解释的人,有时做了什么事,心里有什么想法不愿意都告诉男友, 这就让男友误会她不喜欢自己。 所以,男友花了很多心思故意去考验夏琳,其实夏琳不是没感觉,但是她之所以什么都没说是因为理解男友的忧虑。 可是再能忍,最后夏琳也觉得在这段感情中跟男友相处的心泪,只能提出分手。 其实,男友完全不需要这样做。 夏琳在面对弱者时的态度,完全能说明她是怎样的一个人,因为夏琳从来不会轻视不如自己的人,而是会竭力去帮助别人,更会在这样的过程中征求男友的意见。 这些都足以说明夏琳是个心地善良且在乎她的女人。 有些女人面对弱者的时候会趾高气扬,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,这样的女人不管自己的能力如何,其实她的内心都不是善良的,真正善良的女人是会具有很强的包容性的,她会接纳别人的不足和缺点。 当男人遇到这样的女人,就不需要再怀疑女人的人品了,因为越是对待弱者善良的女人,越是一个有格局的女人。 反过来,如果女人面对不如自己的人就百般嘲笑,面对比自己强的人就各种讨好,那么她自己其实也是一个见高采低的人,不值得男人珍惜。 第二,看她花你钱时的态度。男女交往中少不了约会,吃饭逛街,看电影喝咖啡,或是两个人选一个共同心意的地方去旅游。 既然是约会就有需要花钱的地方,而在传统的观念里,甚至在很多女人的意识中,都认为男人应该是承载约会费用的主体。 其实,约会时的花销理应是礼尚往来的,公平一点的方式会更有利于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继续发展下去。 肖奈喜欢上一个女孩,两个人很快确立了关系,相处了一段时间后,肖奈觉得在这段感情中很累,压力很大。 原来,女人喜欢追求浪漫和名牌,看到身边的朋友或者同事新买了化妆品,衣服或者包,就会缠着肖奈让她也给自己买。 可是,肖奈其实也是刚参加工作不久,没什么积蓄不说。 工作上也正处于需要付出更多辛苦的阶段,满足起女友的要求自然有些吃力。 但为了讨女友的欢心,她一直咬牙坚持着,哪怕自己都没钱吃一顿正经的饭菜,也从来没抱怨过。 每次看到女友刷自己卡的时候,毫不心疼的兴奋模样,肖奈越来越心寒,觉得对方并不在乎自己,也彻底看清了她的为人,于是干脆提出分手。 果然没让她想错,听到肖奈提分手,女友还骂她没出息,给不了自己幸福。 这让肖奈更不后悔自己的决定。 一个真正在乎自己男人的女人,是不会一味地为了满足自己的物欲,就毫无节制花男人的钱的。 即使不为了给男人省钱,也会考虑到男人的感受,更会斟酌着什么该买,什么不该买。 所以,男人心里要清楚,当一个女人花你的钱时,是心安理得的。 毫不在意你是否能够承受,那么你就不需要再跟这样的女人继续交往浪费感情和精力了。 真正在乎你的女人是会心疼你,赚钱的不易,更会为你们的将来考虑的。 03.看他在你们吵架时的态度,都说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善良,就看他跟人发生矛盾的时候,只有处于负面的压力情绪下还能做到自控的人,才是真正的强者。 03.不管是爱情,还是走进婚姻后,两个人之间少不了发生矛盾和分歧的时候,这时候就考验各自的人品和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是不是足够牢固。 03.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视频,女人跟男人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当街吵了起来,男人一直担心她情绪太激动会冲到路边被车碰到,所以一直往里拽她。 03.可是女人的态度截然相反,她专挑扎人心的话去攻击男人。 03.越说越难听,就连一旁的路人最后都听不下去了,忍不住说了几句公道话。 03.其实,不管两个人因为什么争吵,哪怕情绪特别激动,都要克制好自己的情绪,不能口不择言,毕竟都是成年人,要为自己说出的话负责,更要对这段感情负责,因为有些话一旦说出去了,对方心里的裂痕就形成了,再也难以修补。 03.越是心里在乎对方的女人,越会在吵架的时候知道什么该说,什么不该说,因为她在乎男人,内心也存着做人的善良。 03.总是想要试探女人的男人,最后未必真正会如愿,因为既然真正决定去爱她,那就应该相信她,而不是用怀疑的态度去面对她。 03.想要看清女人,很多细节其实就给出了答案,只要男人足够细心,得到想要的结果并不是难事。 03.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的观看,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再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